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们 睦睦呢 睦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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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睦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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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后面打算怎么办 我参加了一个国际儿童救助机构 过几天我要去非洲当志愿者了 这也是我跟睦睦一直以来的心愿 如今我无前无卦了 我打算 将这个时间一直走下去 那民宿呢 找人接手吧 找人接手吧 那也太可惜了吧 还有那个伤心不管也 我这交给别人做能像你们那么用心吗 这是睦睦给你们的 大宇 小宇 小五 你们好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 再次闯入你们的生活 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 有你们的参与 让我感到很快乐 还记得去年夏天 你们第一次来到秋山夏民宿的时候 各有各的心事 却都藏在心里 只想着为互相打气 那时候的你们 让我有机会再一次体验 年轻人的烦恼 那么熟悉 却也触不可及 每次回忆的时候 就会觉得 你们三个人的羁绊 在那个夏天就产生了 纯粹又无邪 是那么令人羡慕的存在 我常常会想 现在的大羽 有没有从旧感情里走出来 有没有找到新的生活 小羽一定要坚持自己 这样走下去 一定会有收获 小羽 小羽有没有鼓起勇气 表达自己内心所想 我离开后 大熊也会去寻找属于他的生活 所以 我们商量之后 想对你们提出一个不情之情 信封里的 是民宿的钥匙 在大熊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希望你们能回去看看 商星博物馆 是我唯一的牵挂 希望你们能替我和大熊守护他 直到博物馆 找到下一任经营者 最后 当然不是告别了 你们知道的 我跟大熊都不喜欢这样 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自己喜爱的生活 能拥有真正的快乐 如果早点认识你们 该多好啊 爱你们的沐沐 爱你们的沐沐 沐沐 我相信你 有时间了 回去看看 放心吧 麻烦了 不麻烦了 我刚好辞职了 有的是时间 你这几天在上海 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都可以跟我说 我带你去 你这辞职了也不焦虑 心态也挺好 就当放个假了 好 明天陪我去个地方 宝宝来了 谢谢啊 真像 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我给她准备了一些罐头和玩具 我去拿一下 谢谢啊 太可爱了 可爱了 我爸爸 我爸爸 你怎么想起来在上海买个小狗呢 两年前 有一对妇女来到了民宿 那小女孩 因为自己心爱的狗狗病死了 整天郁郁寡欢的 她爸爸在商心博物馆 留下了一张狗狗的照片 还有几句话 我跟睦睦看到了 就像买一只一模一样的送给她 这不前两天才找她 就急拆来了 那所以你这次特地来上海 就是为了给她们送狗啊 其实 最初我们俩设立商心博物馆 是想把它作为一种工具 去温暖治愈别人 后来随着商心博物馆的丰富 没想到客人的一个个故事 反倒质疑了我们俩 让睦睦有了 拼命活下去的勇气 也让我有了勇气 去坦然面对爱人的失去 其实有好多人想接受客人 但是都被我们俩拒绝了 我们俩是想找一个 志同道合有爱心的朋友 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我们俩是想找一个 来啦 来了 好久不见了啊 朵朵呢 在里边呢 朵朵 看谁来了 小叔叔 朵朵 想不想熊叔叔啊 没见 长高了啊 你介绍一下 这是叔叔的好朋友 何宇阿姨 你也可以叫我何宇姐姐啊 没有 现在识这么多字了吗 谢谢 大小 这 朦朦怎么没来啊 她过世了 对不起啊 那个我们这次来 是特意给朵朵送礼物的 是吗 嗯 礼物 小叔叔 你要送我礼物啊 叔叔要给你一个惊喜 朵朵 把眼睛闭上 不许睁开啊 好了 睁开吧 当当当当 你摸摆她 妈妈 我好想你呀 毛毛 我好想你呀 朵朵啊 熊叔叔和莫阿姨 知道毛毛在你心里的位置 叔叔是想让他来代替毛毛 陪伴你一起成长 希望你开心 快乐 谢谢熊叔叔 姜琳 我先回去了 好 好 拜拜 好 还不早啊 我 我再弄会儿 回 回家没什么事 家里有人就是不一样 幸福旁骛的 你说男主外 这心里边是不是特别踏实 你别种异心就想着工作 你有时间在家陪陪嫂子 在家呢 你要懂得制造一点浪漫 对了 过几天啊 那个商场里边的产品都接会 早点过去顾问一下 行 我走了 得 慢点啊 好 这家菜好吃 太不错了 嗯 你说我今天看着朵朵那样 我会觉得能够帮助别人 真的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啊 希望她能解开心结吧 一定会的 像这种微小的愿望 都能被人记得 是一件安慰人的事 对了 你留在伤心博物馆的东西 想拿回来吗 嗯 嗯 会是有人把那东西想拿回来吗 留在伤心博物馆 不就是为了忘记过去吗 在我跟末末看来 伤心留在博物馆 是为了跟自己和解 嗯 那看来 我想说 事实际聊 你 那 那 是 想俩 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让内联人看来 我是过得越来越失败 一事无成 你自己也这么想啊 我自己吧 我之前你知道吗 我特别追求成功 就特别想赚大钱 拼了命的也要赚钱 但现在特别奇怪啊 我反而觉得那种成功 好像不是非得要达到的 我现在就想 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怪不得睦睦喜欢你了 我 你们俩特别像 因为你们心中有爱 有梦想 也有感染别人的力量 你还记得 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在医院里晃来晃去的 感觉很狼狈 但是你不一样 你身上有一股 永不负述的劲 而且草弄草弄 我不知道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想告诉你 所有的困难都是会解决的 人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做一件事情 让你觉得很开心 那你就一无反顾 勇往直前地做下去 因为那是你内心的生意 就好像 睦睦 她选择 拼尽全力 一无反顾地活好每一天 谢谢您 大雄 你后面就安心出国吧 商机博物馆你就放心好了 我会帮你照顾好 等他下一个准来的时候 完好无所地交给他 我放心 谢谢啊 谢谢啊 这东西都搬走了 瞅着家里是大了一些 大差不差的 以前不就停家图四壁的 实话还不让人说了呢 我觉得你这输入特别好啊 大城市房子那么贵 首付都能把人给吓死 干吗非叫这个劲呢 你说你有这钱回老家 都能买一金装修大房子了 主要是我自己没本事 谢谢你们支持我 都是朋友 虽说也帮不上什么大忙吧 但好歹能吆喝着 让你知道我们都在啊 他肯定一直都支持你的 肯定也比我更舍不得你 那肯定舍不得呀 少了个碎碎 以后凡事都得亲力亲为了 欠你的钱 这下就还清了 咱俩从今天开始也就正式解除 债务关系了 挺好的 挺好的 解除的关系呢 以后 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虽然不能说随叫随到吧 但至少可以保证一个次日到达 行 欠你的钱还清了 都欠你的人情还不清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慢慢算吧 你都要分别了 不报一下吗 咱们三个 这一年太难了 也太好了 谢谢你们啊 我还呀 湘宇啊 你哭什么呀 又不是见不到了 我没事 下酒店 你怎么那么深情 那赶紧走吧 你烦死 走吧 走吧 别赶不上车了 来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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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 不用送我了 不用送我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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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走 走啊 湘宇 没事 没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在为金城武的事赶上呢 我还在为金城武的事赶上呢 还在为金城武的事赶上呢 你说他来上台这么久 被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结果还是 就这么回去了 想了就觉得还挺难受的 海人嘛 最重要的是经历 再说他已经在这个城市 留下了这么多美好 还认识了你和大远 也算值了 我反正觉得自己来到上海 挺值得 那我算不算 你在上海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你也不想要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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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生活中有苦味呢 那就去开怀意笑吧 必须得去啊 票很贵 今天天气真挺不错的啊 我还以为它现在应该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呢 说吧 你带我来这儿到底干吗呀 我之前说过 它会是我们之间爱情的见证 好 后来咱俩分手了 也没过来给它一个交代 你原本想给它一个什么交代啊 我是想让它替我劝劝你 小语 我们和好吧 以前你总觉得我们之间关系失衡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 我的大男子主义 下意识地想要拽住你 让你跟在我的身后 完全没有想到过自己这样做 让你少看到很多你想看到的风景 很感动 谢谢你刚刚说的这些真的很感动 而且也谢谢你一直这么坚定地喜欢我 我真的知道 让你同时跟一个女孩表白两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要了你的命吗 知道就好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现在以朋友的模式相处真的很舒服也很单纯 就互相欣赏就挺好的呀 我们归根结底还是两种性格两种人嘛 没有谁对谁错都挺好的 但我也清楚 感情之间确实需要磨合 但这个磨合它不是重塑 我不愿意去改变自己 也不想逼迫着改变你 我知道你肯定明白我在说什么 对吧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再说一个事 你说完了肯定对我吓了头 我呀 争取到了一个一整套的 能去三十五个市区县里面去助农的计划 从明天开始呢我就要全国各地跑了 去出外景去实地考察 而且这个事情吧属于一个公益性质 基本中不了什么钱了 怎么样 听完了是不是又想跟我大吵一下 是不是挺无语的 你现在要是我女朋友 我一定打电话取消你所有的行程 让你一刻都不离开我 但现在你是我好朋友 我只会觉得你 勇敢 善良 并且向你许诺会驻守在上海 成为你最坚实的后盾 帮你摆平所有把好揍的关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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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这么多没见过身边的观众啊 对不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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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也是挺开朗的 我不开了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吧 鼓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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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 鼓励一下 这张游泳球 大家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 没事 没事 你不要聊死了吗 我是 天哪 咋说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应该是 大家好 我叫何宇 今年三十二岁了 看错了就和大家说他叫什么 什么宇 不是 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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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你让我看看 没工作 没婚姻 没孩子 当然我没有工作 绝对不 你看的是直播吗 我特别懒惰 相反 我这个前十年 我在上海打拼的这十年 我对工作可以说是 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有三百六十四天都在工作 然后你知道吗 有一天 我老板就叫我去那个办公室 说何宇啊 你来办公室一趟吧 这个我收到了一些 同事闺女的这个举报信 我的领导把那个举报信一拿着 我一看有这么厚 就根本就不是举报信 一封举报信啊 那就是一本举报书 我那一刻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你知道就是 一只鹤在鸡群里面那种 你说得承受多大的恶意啊 就是这种感觉 我作为这只鹤啊 我飞离鸡群 那应该咱还有爱情是吧 到我这儿万没想到 其实爱情这条路呢 也对我空中管制了 因为我有一个呢 谈了十年的男朋友 她可能是觉得我 太爱工作了 太爱赚钱了 她就找了一个 不爱工作 只爱花钱的一个小姑娘 然后我真的见到这姑娘了 我就听到她喊我男朋友 哥哥 你知道那一瞬间 我忽然理解了 我理解我男朋友了 就那小动物妞 谁听谁都得迷糊啊 真的 你做你都得忙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 这个男人玩够了啊 就想找一个老实人娶了 他回来了 他要跟我结婚生子 他想让我回家 当家庭补妇 当然我没有任何说 就是做家庭补妇不好的意思啊 我只是觉得人各有志 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但其实 我还是挺感激我男朋友的 因为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做规划的人 我身边的所有人都成为了我 规划中的一部分 我想要非常完美地实行我这个规划 虽然一个都没实行啊 但是呢 我男朋友还在跟我发表员地说 何宇 你的规划里从来没有考虑过我 你只爱你自己 我当时特别不理解 我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还不好吗 你还想要什么呀 直到他转过头来 规划我的时候 安排我的人生 他让我结婚生子回家带娃的时候 我忽然意识到 在你想要完成自己规划的时候 你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是一件多么自私的事 我差不多快失业一年了 这一年我见了很多人 经历了很多事 我忽然发现我 在我的人生里 我不仅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我连我自己的感受都没有考虑过 我根本就没有问过我自己 何宇 你快乐吗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所以我 找到第二份工作的时候 我又辞职了 这份工作我费了八个月的劲 我勾心斗角千辛万苦得到的机会 因为我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我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 我忽然觉得 人生中好像没有什么目标 是必须要去完成的 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要得到的 我不想再规划了 我想好好地 感受当下的每一刻 我想活在当下 我觉得我才三十二岁 人生路很长的 我又想重新开始一切都不晚的 我觉得你们要想这样做也不晚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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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